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奇迹 请问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超越巅峰 我今天的标题是没有跌哪来涨 因为大家一定会说 今天这样跌下来是不是走完了 观众朋友我举一档个股 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觉得这种操作 是我每一次我看到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操作 就台积电 我也不知道说 为什么你要集中在尾盘的时候 这样子一万五千七百三十 是这样子不计价的砍 通常这个时候 最后一盘怎么跌下来的 明天就怎么涨上去的 这个 真是蛮无聊的 反正你就看下去嘛 我对台积电的看法 我是觉得 反正我是从 三百九十块一路跟各位讲的 我不认为他现在有任何的问题 当然 以技术形态来讲的话 你大概没有注意到 其实在这一波来到五百零八块 这样下跌 事实上他出现了两个往下跳空的接口 两个很小很小的跳空接口 那 这里我觉得是会一定有强力的支撑 就是这里 为什么 因为当天是成交了十一万张的台积电 所以用跳空的方式站上去 收在四八零 所以我说 这个很不可思议 这尾盘这样灌下来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只是会让大家觉得说一点错愕 说为什么今天尾盘会这样杀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加权指数我的看法 我是认为今天补了 12月1号这缺口补了 这缺口补了 但是他自己也留下一个小缺口 那目前来讲的话 事实上 这里可以画一条 从 理论上来讲我画的这条红色线这里 我觉得都还不是有任何危险的地方 甚至于我这样讲 他还在月线之上 你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 那 当然你们会认为说这里先跌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台币今天是贬的 那 我就让你看一下我对于 台币跟加权指数的看法 我也跟各位做个说明好了 我们利用你的时间来跟各位做说明 来 其实要讲台币 你要先要了解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他最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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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是在9月28号那个时候 他就见到高点9月28号 我上次在 线上教学里面有讲 他9月28号这样一路一路一路 跌一路一路跌一路跌跌跌 你会发现他在昨天的时候来到这条 黄色的线叫年线 也就是说跌到年线的时候这里会有很大的支撑 因为他有支撑的情况下就会迫使美元指数 暂时先不会跌 那美元指数不会跌的情况下是不会影响到台币就不会再升了 这样各位清楚 但是他是不是以现行上来看 但的确他是这样子从114.776向一路跌一路跌下来 来到年线这里 那反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台币 我们台币当然今天来看的话 他是一个升值嘛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跟美元之间有个地盐关系 我们是在10月25号的时候台币扁到最高的位置 来到32.335 那如果依照美元指数 他是终究还有机会来到年线位置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个时间落差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里我不认为说我们会继续跌的原因就是我们跟美国 在以汇率的角度来讲是有时间落差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指数我们也有个时间落差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不认为这里就走完了 原因在这里 还有一个我必须跟各位观众朋友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加钱指数额的看法 我底下一样放借券卖出余额 我常常觉得你今天涨了2000多点 我请问各位他这个借券卖出余额还高达1074万张 他根本就不想补 我从来没看过 我今天盘中学讲如果他这样就结束了就一路下来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真的很弱 明明可以善用这个借券卖出余额 还有龙券的这个三嘎的 可以嘎空手嘎借券卖出 加龙券的你都没有去做 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 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来讲我认为大牌还没走完 当然选股很重要怎么选股 怎么选股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个 怎么操作的新牌跟各位讲一下 我所有股票我一定从月K线里面去了解 它是不是一个大的格局的 然后我们再从日K线来做个切入 所以切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怎么样 我们一定会先了解 底是大于所有的均线反压的 所以我们才会最近一直跟各位讲个slogan 我说碰季线过季线 碰半年线过半年线 碰年线过年线的理论架构就在这里 那每一次我都讲 其实涨的时候 当然因为我在盘中连线的时候 他们会问我说支撑压力的 以均线的角度来讲的话 除非是遇到颈线 不然一般的均线来讲 当你抵打完了以后的 我们是看支撑 我们是不看压力的 所以成功能要在 勇于在对的时机出手 比如说今天这样 今天也没有什么状况下 突然间这样回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要去冷静的思考 你如果之前没上车的 你要不要上车 当然我也必须讲 连续六天融资虽然增加了不多 但是我也必须跟投资朋友讲 你们之前都不买 最近买的时候 融资连续六天 虽然增加了不多 你才用融资去买 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在11月1号那时候 就拿出来跟你讲 国具台积电 联电星星这些股票的时候 融资一路减 反而这六天融资就稍微增加一些 我也觉得好奇怪 昨天很开心我们的YouTube终于到5000了 好开心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也说过我不是要当网红 我是致力于我能够在一个分析解盘节目里面 告诉各位股市怎么样操作才是对的 所以现在有5000多位观众朋友们加入我们YouTube行列 我的责任就更大了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你们 谢谢 那一样你加入我的YouTube 你订阅按赞分享出去以后 你也不要忘了 你要加入我的Layette 因为我Layette里面 我会针对盘式的看法 比如我盘中的看法 或者盘中的看法 我会在Layette里面 我会post出来给各位做分享 所以你还没有加入我的小老鼠Good的188Layette里 请务必要加入 包含今天这样子跌 你会不会有点害怕 如果你会害怕 请你把你的股票 你也传过来 我帮你看一下 我说过如果在右上角的你要怕 在左下角的你一点都不要担心 这个其实你看我节目已经很久了 我不赞成各位去追右上角的股票 你又在右下角的我就觉得安全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是盘中 盘中刚好主持人问我滑成的看法 我那时候还没掌定 我说如果以我学的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一定看支撑压力嘛 他原先的46.6这里冲过去以后 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套牢区 就是前波的高点是48.45 我说这两个如果过的话 就当天就比较没有 就比较安稳了 等于说他已经把压力变支撑了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在今天股动前朝盘中 那么不好做的情况下 早上主持人问我滑成 我就把这个现行图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我每天 我相信观众朋友你都知道了 每天的早上的9点40分左右 还有下午一点 我在股动前朝 东升57台股动前朝都有盘中连线 我都会针对他有问我的一些问题 我第一时间都会回答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今天看到大立光 会那么强的一个原因 因为大立光他之前已经除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底部形态 所以大盘就这样回的时候 他真的就比较强 真的就比较强 因为已经抵打得很漂亮 那在今天你看 大盘就这样跌240几点 他一样他也没跌 这就是 为什么我说形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给各位做个参考 同样的 今天最强的股票应该是见强了 其实你慢慢你会发觉说其实以前 我生技股讲的不多 剑桥 当然他子宫是义德 还有就是台刚升 这在六月份我当时就讲过的剑桥 我当时就讲剑桥 基本上当时就有讲剑桥 我们那时候就讲的非常清楚 我刚来永城的时候就有讲剑桥了 当时这档也是算我的代表作 那今天他形态已经正式突破了 剑桥为什么会那么强 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的1到3G的获利是 大增了三倍已经来到1.96的 那有五个引擎 NAC就是我们跟各位讲那话谈药 NAC 那你我来的时候 我当时印的时候才是40.05而已 观众们你看一下 哇 零收盘的时候 他真的又创了破断新高 这个这个 你有在盘中看我连线你就知道了 我有问题啊 我说这个 你手上有这种股票代表说 它是到另外一个位阶 今天就几乎是收最高嘛 今天收最高 很棒 我在印资料的时候才40.0 40块而已 那收盘的时候收在41块很棒 对 代表我们跟各位讲的未来会怎么走的 其实 你往前推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就是讲NAC 艾克坦嘛 艾克坦 讲得很清楚艾克坦 在我们的研究日誌上面 这边也有写整个它的一个架构来讲 为什么它以后进入大陆市场 当时孤来讲的话 事实上它说一年八千万颗 其实应该还是低估的 因为大陆人口太多了 那今天它为什么上涨 还有一个原因呢 其实大陆之前在封城的时候 对于一些比较敏感性的药 比如说咳嗽药啊 那个发烧药 它都不能去买的 但是它现在慢慢要解封以后 其实你如果觉得身体有不舒服 这些药是可以直接去药房买的 当然这个对于箭桥来讲的话 是有实质上的利多 这题外话 我建议各位 你做股票你一定要了解实事 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 因为大陆之前因为封城的关系 它有一些药品是有管制的 比如说类似感冒药啊 发烧这种药品啊 你必须要有处方签你才可以去买 但是因为它现在慢慢解封以后 可能是常态性啊 常态性它慢慢要解封的情况下 它变成就是必备药品嘛 你会觉得身体不舒服 你有一些发烧 你有一些喉咙痛什么的 你买这种我们所谓的尘药来讲的话 就没有那么大的管制啊 所以今天箭桥就往上拉了 当然我们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各位讲 它的市场是蛮大的 我看到今天它这样子长 也蛮开心的 当然ABF载版的三雄 尤其是清新 你看它真的是强 今天大盘就算这样跌 基本上它还是毅力不咬了 我从107.5毛 124.5毛 我就更贵的报告了 我就用最快速给你看一下 股票是怎么做的 对于有一些股票我是很坚持 我会一直帮各位追踪 我会一直帮各位追踪 昨天我们有做个测试嘛 很多人都答对了 很多人都答对了 那今天你看大盘这样跌 它一样啊 昨天的外资总共买12404张 昨天头进也是连续三天买招 反正是融资减的 所以它具有一个很大的筹码优势 好 我相信刚刚你也看到我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拿给各位看 华城 你看一下华城 华城是1519嘛 我们从1519来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他也是做除能有关的公司 1519的华城 那基本而言来讲的话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他是赚1.38 他净值是13.95 也就是说今天来讲的话 以华城来讲的话 他股价来到四十几块 其实股净比已经非常高了 那你以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他前三季传的1.38来讲 今天所长停 就是因为他也跟除能有关 封电除能有关嘛 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其实以除能这个区块来讲的话 有你没有看到的真的严重严重严重 我讲好几次被低估了 我有做一张比较表给各位参考一下 因为刚好今天回嘛 回的时候我让你看看我有什么功力 我让你看看 我的选古逻辑是怎么去找的 因为华城今天跟除能有关的 他已经来到四十八点七了 前三季赚1.38 我请你记一下 你再看一次 前三季赚1.38的华城 四十几块 那我们带下来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 要报告这个之前 我们先把之前有一档股票 我也跟各位做说明一下 这一档股票叫见准 你们应该有印象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说五年线 左下右上的 这你都有印象 这也是贝离 他们四十四点七五 他只是长比较慢一点 今天也创了一个波段的高点 创了一个波段的高点 当时这里也画给各位看 基本面都在这里 我说他也是出现贝离斜率向上 然后很明显的看到 其实今天又来到一个关键的价位 之前这是一个W底以后上涨 今天又更大的一个格局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部形态 一旦他站上这个颈线以后 他会有另外一个想法 因为今天磐式比较不佳 所以他在这边震荡 一旦他站上这个颈线以后 你这个大的一个底型就完成了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怎么去确定底部 一定是过颈线 过颈线以后有带量 压力就变支撑 过颈线如果有带量 以后未来压力就变支撑 这就慢慢标准的一个 经过一个时间催念 一个大底部形态就出现 所以做股票真的是要一步一脚印 一点偷懒都不行 一步一脚印的 所以我才会讲 如果没有跌 怎么会未来的涨呢 如果没有跌 怎么会未来的涨呢 你慢慢去了解 这其中的一个奥妙 好 高丽 我今天不是要跟各位谈高丽 我如果谈高丽 叫我太怂了 我说过的高丽已经 脱离我可以掌控的范围了 我不提他了 只是 我举例子让你知道说 当时高丽在七十几块 八十几块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发掘他 因为他出现一个底部形态 对不对 而他从这个七二十九二的七十四块五 涨到一百七十二 好强喔 你不用去算说到底涨几倍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本身也是除能概念股 我相信你们每个都知道 他跟Blue Energy的关系 各位都知道 所以他可以从七十四块五 这样一路涨到一七二 事实上过了一百四十三块以上 这样我就跟各位讲 这已经不是我能控制范围 但是我不建议你能控它 我为什么今天要拿高丽来跟各位讲 就是行李要记得 当时这里是不是出现个底部形态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报告 你可以看他当时的价位才多少 八十几块的时候 我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我们在七十几块就讲 只是八十几块的时候 我拿图形来跟各位 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 他从七十四块五 一路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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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一路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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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那這個是突破一大段 突破一大段 已經突破一段 這才剛剛突破 所以我個人我在盤中的時候 有做了一 你也可以看一下 其實以索羅門來講 它足了一個21年的大底 你要特別留意 我常常跟各位講 你要從月K線裡面 去尋找未來的契機 就在這裡 你要注意 這是一個長期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底部形態的一檔個股 來我在盤中的時候 做一張比較表你看一下 高麗也是儲能概念股 盤中的股價是166 它最高來到172 那聖達來講的話 前三季賺0.44而已 它股價來到三幾塊 我剛剛有還請各位寄一檔 另外一檔儲能的股價 今天四十幾塊的 是不是叫做華城 1.38 你寄一下1.38 今天的股價來到48.7 48.7的華城 它賺1.38 你也可以把 我也把 我本來要把全部列入 但是因為我作業時間來不及 我就把這個儲能概念股 用這三檔再加上華城 讓你比較一下 那索羅門第三季就賺了1.11 它賺得比高利還多 前三季賺得比高利還多 現在股價我不知道耶 是我眼睛看錯了是不是 它好像連高利的 六分之一都不到 那你不覺得說 如果一樣是儲能概念股 我們當時七十幾塊 跟各位講了高利 那你還願意去追高利嗎 那索羅門 他基本上他賺的 前三季賺的2.73 賺的獲利能力比高利還要來得高 甚至於比華城的1.38來得高 結果他股價是最低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做股票一定要去留意到 你除了去看線型 這是索羅門的月K線 這是索羅門的日K線 基本上他剛剛才突破而已 他打了一個21年的大底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面 字比較小一點 我跟各位講個觀念 什麼叫做合約負債 以會計科目而言 因為字比較小 我就慢慢講好不好 你們也稍微我們 我增加一些知識你也增加一些知識 其實他第三季的合約負債年增91% 季增67.8% 什麼叫做合約負債呢 他就是主要是包括了預收工程款 還有預收備料款 兩大科目 在會計學上 雖然客戶因為預付了費用 必須將合約負債歸在流動負債上 但由於產皇尺負債的方式 並不是透過金錢貨幣 而是透過一段時間內 提供某種商品或者某種服務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 不可視為債 他不僅可以視為債手訂單的延續 也更可以當作營收的領先指標 我講了那麼多 其實你最後把總結就是 你看到合約負債的時候 你就要了解這個合約負債的增加 就代表他未來的債手訂單 還有營收會增加 這樣各位清楚了吧 你們比較少聽到 但是真的 這個要很細微的地方才可以看到 所以當你第三季看到 我看到索羅門的合約負債是 這個年增91% 計增67.8%的時候 我很篤定的知道這家公司 他未來的債手訂單 他營收會大暴增 這樣各位清楚了吧 所以為什麼我說 你看我們其實以四調機構預測 台灣的儲能的市場規模到2023年的時候 會有顯著的一個成長 到2025年的時候 會突破大概到1.5GWH到3 基本上會到3GWH的 然後2026年的時候 開始到2030年會快速的成長 一直到從3GWH 會一下暴衝到20GWH 將近6倍的成長 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儲能這個區塊 其實現在就在反映未來 反映未來 那索羅門他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有代理 例如伊頓的9395的UPS 他就是除關鍵的電力儲存技術 來提供短缺的電力 那基本上索羅門跟西門子 索羅門特斯他都有多方的一個合作 這個細項我就稍微念一下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他前三季賺的2.73 比去年的一整年的1.16要來得怎麼樣 要來得更好 他前三季已經賺贏去年的一整年了 另外來講他的淨值是28.73 觀眾朋友們 他淨值是28.73 是所有這些儲能股裡面 現在股價淨值比股價低於他的淨值 他淨值高到28.73 你看他現在股價才多少 我往上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他的股價 嚴重還低於淨值 其他這些都高於淨值的啦 你現在找到一檔說EPS那麼高的 又低於淨值的股票除能的找不到 我花了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去看 我才看到說原來蠻棒的喔 他月K線打了21年大底 日KD周KD都是往上的 那今天我跟各位講一個蠻新的觀念 叫做合約負債 也就是說我們以後旅行的時候 我們必須用商品或者是服務去履行這個合約負債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視為在手訂單 還有當作營收的一個領先指標 這個如果你們有空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這個合約負債為什麼那麼重要 當你看到合約負債是增加的一個情況下 代表他在手訂單 還有代表他的營收是大幅的會成長的 所以我才會今天花一點時間讓各位去了解一下 之前我怎麼去找到高麗的我讓你看一下 我是在這裡幫各位找到高麗的 我不可能再幫各位找到七八十塊的高麗 因為高麗已經一去一步回頭了 包含今天我在股東全操的時候 他們也問我華城的看法 我也把華城的線形圖給他們看 但是我左看右看 我決定今天要讓各位了解 整個儲能市場的一個 你應該是往哪一個角度去做一個琢磨 當然聖達也不錯 但是畢竟他突破的景線已經先漲一段了 這個才剛剛突破的景線而已 而且以所羅門來看的話 他是二十一年的長線的一個大底部形態 最重要的 你從這個儲能的比價表裡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以前三季的獲率 獲率最好是所羅門 結果他的股價是最低的 我又覺得說其實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高麗很影響一個問題 為什麼 我之前講過高麗以後 每次高麗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問我說高麗還能不能爆 高麗要不要追 就這樣很奇怪啊 為什麼在底部的時候 那時候剛開始起漲 七十幾塊高麗 我當時我在節目中 我記得那時候是八月一號的時候 我八月一號那時候有一張表 也是在這邊錄影的 我那時候所有兩檔股票開始要漲 一檔是高麗一檔是耿錠 你們都有印象 那人家高麗從七十幾塊一度 漲到一百七十二了 卻很多人常常看到我 還問說高麗能不能買 我不可能再回到八月份 因為現在來到十二月了嘛 對不對 十二月了 如果說讓各位再回去四個月以前 你一定 我那當時跟你講說買高麗 你一定說我要買 我要買 我一定要買高麗 我一定要買對不對 四個月前 你一定買高麗嘛 因為你事後你知道高麗會漲到一百七十二嘛 事後嘛四個月 所以我認為說那我告訴你 那如果有跟高麗一樣的股票 現在還在底部你買不買 你又陷入掙扎了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漲 你不能夠看到花朵它茂盛的 未來會盛開花朵的時候 你還沒看到 你就不敢勇於跨出去嘛 但是我今天已經跟各位講得那麼詳細了 你不敢從超級比一比 或者是從這基本面我都告訴你 就在於你自己的決定 好不好 在於你自己的決定 一個新的科目叫做合約負債 你要好好去研究一下 所以我是全方位的 我不是說我只會技術分析 基本面 我基本面其實有時候看得要看得更細 連有一些比較艱深的會計科目 我希望各位也能夠學到好不好 最後我還是這樣講 謝謝你們 真的 這一段時間裡面 YouTube讓我來到五千位了 當然第五千位 我們照網例來講的話 我到時候我會把名字抽出來 送你我的操作的一些 我盤中的抠信我會送給你們 我過兩天會讓各位知道 那還沒有加入我YouTube的 麻煩各位加入我的YouTube 你要是操作上 你不大會操作 你擔心害怕說今天這樣壓回 你會害怕的 你加入我的Lite 把你的股票傳過來 我來幫各位解決 不會操作的 我們有服務專線來找我 來找我就對了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